2017年,人们又在钢丝拜仪地区发现了五头大白沙的尸骸 其死因是被开膛破肚,取其肝脏 而到了2019年的夏季,本该是鲨鱼靠近海岸的季节 鲨鱼观察者却没有收到任何一条与关大白沙踪迹的确切记录 这里是望我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 那些载着游客去开普敦福斯湾观看鲨鱼捕猎海豹的船只 也只能成幸而来,百幸而归 有关的专家及其研究人员在调查这一连串大白沙死亡或失踪事件时发现 虽然时间地点不同,但都出现了同一个身影,虎鲸 此外,澳大利亚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科学家也曾亲身观察到虎鲸对大白沙进行捕杀 因此专家得出结论,虎鲸就是杀害大白沙并使其离开福斯湾的最大凶手 虎鲸,动物界几所动物们,哺乳缸,鲸木,海豚科,虎鲸鼠的一种群居鲸鱼,又叫逆脊鲸 成年雄性的平均体长在8米,体重有5.5吨 被其直立时,其高度可以达到1米至1.8米之间 其脂长占全身长的20% 雌性比起雄性,身形就要显得娇小一点 因此虎鲸呈现出明显的性二形现象 所谓的性二形,就是两性生物之间存在明显的身体结构功能差异 令人一眼分辨出雌雄 虎鲸整体身形呈现仿锤状 表面光滑,身体上的颜色黑白分明 背部是漆黑色,双眼的侧后上方各有一块椭圆形的白斑 有时不明显,逐渐成熟后显著 负面为雪白色,因此又由海中熊猫之称 但千万不要因为熊猫憨态可居的形象 就忘了虎鲸在海洋中的霸主身份 而且虎鲸得到顶级杀手这一著称 依靠的不仅是自身庞大的身躯 还有他们极高的智商和高度的社会化团队协作 有一些记载显示 大白鲨像是一个独行侠 喜欢独自遨游于海域,捕食猎物 而虎鲸不仅重视亲情,也同样看重友情 遇到猎物喜欢群体合作对其进行捕杀分享 但从这一点来说 大白鲨想要战胜懂得群体合作的虎鲸 简直是天方夜谭 此外,虎鲸猎杀动物的动机 绝不仅仅只为获取食物冲击 为了教会他们的幼崽捕猎这项技能 他们都是采取实景教学的方式 因此,有时候虎鲸猎杀其他动物 仅仅只是单纯地给后代做捕猎示范 同时,还有一个捕猎的动机 就是为了消灭竞争对手 以此赢得更多的生存空间 当偶遇大白鲨时 虎鲸并不会贸然上前 而是根据自行研究的 专门捕杀鱼的技巧实施猎杀 先是上下开弓 夹击将大白鲨撞翻 致使其肚皮朝上 身体翻转,陷入僵质状态 毫无还手之力 此时就只能任由虎鲸 开膛破肚,取其肝脏,然后抛尸 那为什么只取肝脏不吃肉呢 那可能还归咎于虎鲸的偏食 大白鲨的肝脏营养价值非常高 口感绝佳 同时也是鱼干油的主要成分来源 与此相比肉就非常难吃 于是虎鲸就形成了习惯 虎鲸的高质伤 不仅体现在对大白鲨的捕杀上 还可体现在其他捕杀技巧及其进化上 1.自制飞鱼罐头 虎鲸向海洋深处发射超声波 一种类似于拉扯生锈铁门窗时发出的 撕拉声恐吓到飞鱼群 时期紧密地聚在一起 虎鲸再来回绕着鱼群 慢慢将其逼上海面 最后直接甩尾巴拍晕飞鱼 2.利用潮溪规律捕食 看到海豹在海岸上休息时 利用掌潮的机会冲上浅滩 赶在退潮前成功将其捕获 然后悠闲地在海滩上沐浴阳光 享受美食 等待下一次涨潮的时机返回大海 有时在遇上实力比自己强劲的对手时 会与对方拼耐力 实现反败为胜 除此之外 他们还具有高度社会化 拥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 能发出62种不同的声音 与同伴聚在一起不断地交流讨论 这些例子都表明了虎精具有不错的头脑 并不是蛮横捕食 继而得以生存 作为海洋里的顶级杀手 虎精不只有一个职业杀手般的身体素质 还有着非常高的智商 不过如此冷血的杀手 却能对人类频频示好 1991年 1999年 2010年 先后在美国海洋馆 发生过三起虎精连环杀人案 死亡人员均是这头虎精训练员 起因是一头虎精两岁时 不慎被人类抓捕 进入海洋馆 面临各种各样的训练 以此进行表演取悦人类 这头虎精不仅失去了 在海洋中自由游玩的权利 还受到海洋馆其他精语的联合攻击 甚至有些人出高架 买其精子 用以培育其他精语 种种遭遇 促使圈养的虎精 做出杀人的事迹 这与野生虎精和人类相处的方式 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野生海域中 一艘行驶中的船只 如果遇上一群正在海面聊天 晒太阳的虎精 船只上的游人 并不会因遇到的 是海洋中的顶级杀手而逃跑 逆脊精也不会主动攻击 这突然闯进视野入侵者 反而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画面 船上的人带上装备 下海拍摄虎精的身体形态 与之近距离接触 虎精非但不恼 反而还会与之嬉戏打闹 如果遇上的是渔民 虎精还会帮着捕捞鱼类 抽牢就是会从中 收取一部分作为食物 如果人类不幻想 将虎精圈养以此牟利 使其丧失自由 那么虎精就能与人类成为好朋友 再换个角度想想虎精的威力 就不要试图去打破 友好相处的平衡拔龙虚吧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望无灵 如果你喜欢熊探长的视频 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家关注 你的关注将会是 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